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美又来了 陈志鹏的前经纪人威廉在陈志鹏生日的第二天宣布终止14年的合同 并曝光原因是长期拖欠经纪人佣金 由于陈志鹏之前的官方工作账号都在威廉手里 所以工作室也发出了终止合同的声明 并且回应了粉丝问头像是灰色的问题 说是没有交费,我不能掏自己的腰包来给他充面子吧 不过很快这个账号就被禁言了 但也足够让人感受到两人在金钱上闹得十分不愉快 于是网上便迎来了一波交锋 有支持经纪人维权的,有为陈志鹏教区的 然而这在娱乐圈并不是新鲜事 经纪人与艺人因为钱闹掰的例子比比皆是 许多明星和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一告就是好几年 经纪公司被揭露霸王条款 明星败诉赔好几百万的事情 层出不穷 还有许多明星是被公司血藏的 以下八位和公司闹翻的明星蔡徐坤被索赔5000万人民币 他被逼到抑郁症退圈 那么这个现象的背后 究竟是艺人忘恩负义 还是经纪人贪得无厌呢 和公司闹翻的演员 1.宋威龙 宋威龙于2015年成为欢宇影视旗下的签约艺人 然而回顾他这些年在欢宇取得的资源 其实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效益 首部补装剧凤求黄更是出师不力 据悉他当时是被于正拉来救场的 而这部魔改剧没有给宋威龙带来正面影响 反而被吐槽很惨 真正让宋威龙闯出名头的下一站是幸福 和以家人之名都是外系 并不是公司给的资源 宋威龙和老板于正不和的传言已经传很久了 他不像徐凯那么听话任由于正摆布 而近日 宋威龙正式向东洋欢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提出合同诉讼 消息一出立刻登上微博热搜 粉丝都一片叫好 还有粉丝公开宋威龙被公司冷藏的指控 他自以家人之名后已经超过一年半没有回归 线下品牌活动都是五个月前 距离上一次进组是五个月前 距离上一次行程已经四个月了 粉丝还发现宋威龙这三个字被欢愉买断 所以宋威龙的粉丝后援会 或是任何带有宋威龙三个字的粉丝站 在微博上全部都不能注册 宋威龙签给于正时只有16岁 如今正式对簿公堂 只希望官司不要拖太久影响到宋威龙的发展 2.金晨 2017年金晨和老东家唐人引发解约风波 据传金晨不满唐人在资源分配上明显不均 工作接洽过程中发生问题 公司也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 因而提出解约 金晨因此被唐人彻底封杀 唐人就是捧红流失失 苦歌的公司 在内地娱乐圈有一定影响力 当时所有制片人没人敢找金晨拍戏 怕得罪唐人 金晨因此有长达一年的时间没工作 好在后来解约2019年金晨街拍隐秘而伟大 才慢慢从风波中走出来 3.圆冰岩 2020年 圆冰岩凭着琉璃大爆火 明明咖位提升 但却没有新的资源进来 长达半年多的时间没接到新剧 后来才终于接到古装剧 祝亲好 而这一期似乎都是因为他和经纪公司 欢瑞闹僵而被冷藏 早在琉璃收官云歌会上 圆冰岩和成毅还有欢瑞其他演员的冰冷互动 都能看出端倪 当时就传出 圆冰岩和欢瑞闹出矛盾 所以被公司故意针对 网上关于圆冰岩的黑稿满天飞 原本要接古装剧 两不移也被换掉 据悉 圆冰岩是和欢瑞签了影视经济约 双方没有解约 但谈不拢 所以欢瑞才把要给圆冰岩的资源 全部收回来 之前祝亲好开播 男主角郑叶成 还暖心和圆冰岩说 我知道这部戏对你很重要 搞得圆冰岩差点落泪 许多粉丝都联想到 之前被欢瑞冷冻的事情 4.张婉毅 追过乔家的儿女 应该对四强张婉毅有影响 他之前和公司闹解约 被公司索赔1250万人民币 2015年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张婉毅 和星力天际签订8年经济合同 星力天际在签下张婉毅后 就夸花其谈花大饼 不仅放话将在三年内 为张婉毅提供三部电影 三部电视剧 还承诺张婉毅拿到的角色 不会低于男二 然而全都没有兑现 张婉毅因此在2017年提出解约 不过星力天际 不仅拒绝了她的诉求 还反手将她告上罢听 狮子大开口 让她缴纳1250万人民币的违约金 这两年张婉毅和星力天际 五五分账 到手不过25万人民币 最终在法院的协商下 张婉毅承担50万违约金 和10万律师费 倒贴35万才赎回自由身的张婉毅 再没有签约经纪公司 而是以个体户身份游走娱乐圈 终于在2021年停届 觉醒年代 乔家的儿女几部高评价大剧 闯出头 终于是苦尽甘来了 五 杨阳 杨阳当年的解约风波也是闹得沸沸杨阳 年仅17岁的杨阳出演《红楼梦》而签约金融信达 可现实却异常残酷 《红楼梦》后 杨阳再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 公司为杨阳提供的也只有残证其源的男二罢了 且荣信达的薪资水平对艺人更是苛刻 金融一成的收入 连宣传费用也从工资中扣除 期间 杨阳只能不断在外面找戏找脚 而促使杨阳决定提出解约的导火线 是花开半夏 在开机前夕突然换脚 换成了老板的干儿子 林申 杨阳与荣信达的恩怨由此开始 荣信达与杨阳原定15年的合约 实际履行了大约5年 杨阳申请解约 最终仲裁判定荣信达违约 二者经济关系解除 此后杨阳终于从荣信达解脱 其实不少大派演员都是从荣信达出走的 包含周迅 陈坤 杨幂等等 六 罗云熙 罗云熙当年的解约风波对她也造成冲击 当年罗云熙是签约给中世同城 以偶像爱豆身份出道 后来又和拉风元素文化签了影视合约 并且凭着何以声肖默少年何以称一绝 获得关注 但最后却演变成两家公司争一个艺人的情形 拉风元素说自己是罗云熙的经济公司 但中世同城表示 罗云熙的经济约是在中世同城 拉风元素只是罗云熙影视方面的合作公司 而且合作的很不愉快 罗云熙本人虽然没有表态 但从判决书上看出 他是占中世同城的 而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两年 影响了罗云熙的发展 导致他大气晚成 年过三十才终于爆火 7.曾顺熙 曾顺熙和经济公司黑金娱乐 也是在近日对付公堂 2014年 曾顺熙参加上老板的练习生选秀比赛海选 最终通过选拔成为上文杰工作室的练习生 也就是黑金娱乐的老板 曾顺熙是黑金旗下比较红的艺人之一 为公司赚了不少钱 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 特别是在2019年10月后 有3000万的收入没有结算分红 于是曾顺熙将黑金告上了法庭 要求解约并支付演绎收入分成款 1500万元 最终判决都支持了他的诉求 官司期间 黑金娱乐还申请冻结了曾顺熙工作室 600多万的资金 就是要弄死他 并且还要向曾顺熙索赔了违约金4000万 更可怕的是 还传出不少曾顺熙的黑料通稿 造谣曾顺熙的兴趣向 一系列操作让粉丝很傻眼 幸好最终曾顺熙顺利脱身 8.泰徐坤 偶像爱豆和经纪公司闹翻的案例也很常见 在泰徐坤还未成年时 就签给了上海伊孩影视 然而当中却有不少的霸王条款 签约后的佣金有着严格的控制 但如此苛刻的条约下 泰徐坤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被公司血藏期间仍有其自生自灭 出道以来 收入也几乎为零 甚至一些活动都是自己出钱的 后来终于凭借偶像练习生窜红 公司在原先霸王合同的基础上 拟定了一份更加严苛的新合约 其中还包括了没有分成 作合公司解约三年内不能当一人 公司给的结算单无条件必需钱 因为此时 蔡徐坤将公司告上法院 从2017年到2019年 蔡徐坤与原经济公司额的合约纠纷案 经历了一审二审 最终在2019年2月19日做出最终判决 继盼蔡徐坤与上海伊海影视文化的经济合约解除 驳回后者的全部诉讼请求 没想到的是 时隔两年多后 前经济公司伊海影视文化再次就合同纠纷一事 起诉艺人蔡徐坤闹不停 其实艺人和经济公司这样的组合很是奇妙的 本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但很难达到相互感激 一不小心就能掰扯点是非出来 艺人如果走红了 会觉得自己天命如此 或者觉得是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实然 跟公司关系不大 反而觉得公司一直要分成要佣金 还数额很大 无异于吸血 经济公司这面却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坐享其成 但艺人还是很辛苦的 不仅要安前马后的伺候 辛苦应酬周转为艺人争取机会 费尽心思将艺人捧活后 人家却翻脸不认人 过河便拆桥 那在公司看来 这艺人就是忘恩负义 比如之前 韩磊被前经纪人举报税务问题 业内知情人士就透露 是因为韩磊签了新公司后 前经纪人不满 这次陈志鹏的前经纪人也指出陈志鹏违规操作收入 其要遇碎的意图也很明显 谁都不甘自己的付出打水漂 可以看到很多剧组招募中 启用新人的会强调未签约优先 就是不想自己签下来 不能白白培养了别人家的人 以至于有些艺人与经纪公司合约到期 经纪公司都不想放任 想周比畅跟天余不续约 还闹出挺大动静 贾经文合约到期不续 还被前经纪人指责忘恩负义 艺人们换经纪人换公司 大多是寻求自身更好的发展 但前经纪公司却总觉得遭到了背叛 其矛盾的争结 其实在于对自身的价值估计过高 对对方的付出不能客观看待 拿着感情说事 但首要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利益 其实如果签约公司 因为前期基本靠公司包装揽活 收入一般是三七分 艺人自身只占三分 公司拿下大头 像之前天余与他们选秀出来的新人 签约都是这个分成比例 一般来说 分配比例会逐年上升 成熟点的艺人就自己拿大头了 最终会是艺人七分 公司三分 与公司合作的经纪人 基本也是公司开固定工资 并根据业绩进行佣金分成 不过也有一些经纪人是直接跟艺人合作 合作方式比较自由 但经纪人方面承担的风险也大 一般固定工资加佣金分成的模式是最常规的 但是因为是直接合作 合作形式主要还是看当事人两方具体的协商 拿固定工资这种比较适合成熟艺人 艺人自身的名气已经足够懒活 如果是纯佣金分成的一般五五开 比较考验经纪人实力 前期投入大 但后期回报也大 带新人尤其有压力 前期收入微薄 后面将艺人打造红了 收入高了 艺人却跑了的情况比比皆是 这也很打击经纪人这种合作方式的积极性 经纪人和艺人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两类工作 合作才能共赢 闹翻 基本是两败俱伤 但是谁工作又不是为了钱呢 合理分配是有效化解矛盾的基础 签订合同是相互尊重的保障 以前经纪人直接跟艺人口头协议就合作 靠的是勤奋和信任 但是往往经不起名利金钱的诱惑 深入娱乐圈大染缸之后 利益牵扯才是最牢固的绑带 艺人要服从工作安排 增强自身业务能力 不给经纪团队添麻烦方可得重任 经纪团队要能为艺人接到工作 才算有价值 好了 这一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